不說話時 他覺得受到淪落 說話時嫌你嘮叨 不管如何 鑽 鑽的 鑽的絕對不會 是他們 什麼意思 鑽的 喔 我不懂 我把錯看成鑽 我在看什麼啊 我的眼睛怎麼了 應該這麼講 不管如何 錯的絕對不是他們 我該怎麼看的 你說我們是哪種關心 雖然有家人感覺 只是我們又做了家人之間不會做的事 啊 這些只是我覺得啦 調整了一下安全帶 把頭髮幫好 雙手好不忙碌 見我始終沒有回應 終於停下 動作 我寢身的 身子拉緊的安全帶 不知道 就像你說的 大部分的時間 你 我都覺得你像我家人 像個條編妹妹 偶爾又不像小孩子 而交往對 而是我交往對象 已經到了下半時間 車子走走停停 我努力比較 這兩種關係 還是愛理究竟 比較常用哪一種 形象出現在我心中 不管你是我妹還是獵人 我都希望你能感受到有人在乎你 希望你快樂地活下去 所以都一樣啦 不是嗎 愛理看著前方 充手 想把 安全帶拆掉一樣 固定的 拉扯 別再拉扯帶子了 前座 沒 沒西安安全帶 要罰不少啊 愛理不知的笑 你這個人真的很笑痛欸 而且快樂活下去 突然變得那麼認真 一邊笑著 一邊 越 他邊笑邊說 越說 比 越重 沒說完都 哭哭哭了起來 你笑什麼啦 笑什麼啦 愛 憋視去眼淚邊鬧便扭 想到自己哭又哭又笑 一下子 不知道該做什麼樣的表情才好 我有笑嗎 呃 我有笑嗎 注意 側邊 上 側 注意側窗 側窗上的反光 才發現自己的絕交真的上癢了 這 你看你看 他指著耳哭 又指著我像孩子臉一樣大的 欸 又指著我的臉像孩子一樣的大笑 誰叫你 一下哭一下笑的 誰叫你說的那麼認真 從 從來 沒有人跟我說過這種話 就算一般人也不會說出來好不好 愛 像個過動人一樣 一直在座位上跳來跳去 即使 車 即使車子 駛過他 與他出鬱鬱的街道 地上映著樹影和陽光 單色的道路顯得熱鬧了起來 即使相同的顏色也能 也能不同變化 也能變化出不同 變化出如此不同的氣氛 雨天遇到的溫靜少女已經消失了 但身旁一樣的是愛里 始入愛里熟悉的景色 她的話漸漸變少 我 則是第四是被按喇叭了 鑰匙帶著 嗯 有把我手機記起來 嗯 家裡的鑰匙 有 媽媽在家 搖頭 不知道 我會 不過我會等 畢竟我知道 她也是做母親 也是做了母親 該為了孩子做的事 所以我們不是陌生人 聽她這麼說 聽她這麼說 忍不住伸手摸摸她的頭 愛里密切眼睛 很舒服地的樣子 今天晚上我會在泳家那邊 有事情打給我 好 接下來我 我 接下來我 我 會出國一段時間吧 電話可能 不同 有事情 就回鄉下的家 還有剩下的時間 不要她委屈自己 嗯 在她 眼中 看到的 自己的道理 愛里 像是 要將 齊克的 齊克 在眼裡 翻 動也不動的盯著 沒有了 離開 離開她的 離開 手離開大頭 一樓 一樓 頭髮不折的 勿捨抵殘要者 即使 沒有 即使 即 即 等一下我在念什麼 但 既然 無法一直握著 就該放手 真的沒有了 想著是不是漏掉什麼 重要的事情沒說 愛里去解開安全她要下車 那 我也要說的 她想說的一樣 是用嘴唇來傳遞而不是話語 愛里的味道填滿了鼻腔 嘴唇 好像有什麼小動物 輕輕的舔著 我喜歡 不管 是對哥哥 不管是 妹妹對哥哥還是 那種依賴的 不管是妹妹對哥哥的那種依賴 還是獵人那種愛 或是兩個加起來我都很愛 寶藍色的 小客車 寶藍色的小客車使勿後 裝進不停的按著喇叭 別理她 她 貼著我的臉 距離近的讓我 距離近的讓她呼出的氣息 接觸到臉頰 使還有 還是溫熱的 不是還有是還是 所以真的沒了 沒有要說了 我也喜歡你 像對妹妹也像對獵人 好像分不出來也沒有必要區分 既然是獨一無二 那我們的關係 就算特別一些也沒什麼對吧 她 她推開車門跳下車 面倒著 面著這邊倒退了兩三步說 現在我有住的地方 但我也要想辦法賺幾個生活費 我還是會跟媽媽討論 但請你不要讓我等太久 畢竟我還想 畢竟我 畢竟我最想聽到的還是你的建議 好 這個好 實在讓人心酸 雖然這道不可能 但 是不禁這樣回答她 再見 她跑 跑過馬路對面 用力 欸 跑過馬路 再對劑用力揮手幾次之後 幾次之後 就頭也不回的離開了 她呼吸過的空氣還留在車內 她的體溫還留在副手座上 答案已經消失在我的視野 關上車窗 緩緩呼出一口氣 像是 從一個甜美的夢境中醒來 或是 漸進陷入夢 用電話跟勇家聯聯絡好 反正明天要一起走 最後一晚 就繼續唠叨他們吧 喝了點酒聊了相同的話題 即使多半環繞音音 多半 多半繞著音音打轉 跟他們聊天還是很快樂的 在小別處停下來之前 這次勇家帶著茵茵不知道在找什麼 遠遠離看著 遠遠看到一個大人蹲下來 撲弄草堆 怪不和諧地 怪不和諧